老師 你好 是 三中全會做到 以往可能投資者可能說陳薛基會賺一些快錢 所以我問一問博士 今年的股市 你覺得會怎麼樣呢?現在是晚差點 升到300多點 週一你不要問我 我不是財演 不知道星期一很高還是低 不過我認為這些會其實不會怎麼動到的事 因為這個會一早就說了 我記憶中市場炒這件事都炒了好幾個星期 如果你這幾個星期有東西的話應該走了 還有現在那個焦點是擺有什麼辦法去解那個爛局 那個爛局其實爛到這樣的款式沒有得搞的 現在都不猜它會有什麼做到 所以如果你開完會都是沒有話說的 或者沒有一些很具體的東西 我看不到那個市會有什麼大反應 你最近的市根本就是跟外圍 外圍那個狀態是穩定的 它對應都是穩定的 所以你其實不是說你看到那個市 升了幾百點就可以入這條會的數 這些會其實一年很多的 不是這個就是別的 其實過往都整天不是兩會 這個會那個會這樣 就是這些這樣的會 事實上每一次都是開完都是沒有東西的 三中全會特別一些 很重要的一個會議 它會對一個什麼中共的經濟政策 政治政策 和一個重要的政策方向 沒有重要的政策方向 那個爛局那樣有什麼政策可以做得到 你現在爛了兩年了 有東西有東西出了 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應該要做的都做了 它最近其實似是有一點點動作的 譬如你看人行 它息率 回率 條U-curve 那些 有些東西想搞 但是其實它都不是向著那個救市方向做事 所以看樣子不是太像有些什麼 就是外界期望的一種救市 或者等等的措施出現 如果你做的事情的方向不是去救市的話 那個市場不會給你什麼反應 不會救市去做什麼呢 它再來 我怎知道它做什麼 就是它這些會議就是一年一晚都有開的 這個局是沒得搞的 其實它自己都知道的 如果你要做事一早就做了 譬如說把息口減息 你哪有減過息呢 一路都沒有減過息 財政政策一路都沒有做過的事情 完全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想一下金融海嘯的時候 都不關它的事 海嘯都不是打到它那裡 它都弄了四萬億出來 金融它什麼都沒有做過 所以其實它根本沒有打算救市 它沒有打算救市 你再開多少個會都沒有用了 是不是 那以往都說 有些會不會北水都來規劃的股市 起碼令到或者是上陣股上陣子 不是的 你看回那些北水 其實很多時候是 那個市就是夠殘的時候 譬如說 那個港官說 你可能 萬七 萬八樓下 它覺得 就是所謂便宜 直博 有得炒一圈 它就下來了炒一圈 就是前幾個星期都說過 又要下來了 但是 但是當你那個市上到萬八九的時候 它又走回來 所以它都是像來炒市多個 像什麼呢 像舊市 它不是舊市 舊市就是它自己的市要過 它那個A股都是這樣跌 嗯 那波士之前說過 港股要入 可能萬四左右就入 現在都不是入市的好機會了 波士是不是 還有我覺得它的股市可能會跌 那些感覺 北水都不下來了 它都不會下來了 那個市 起碼你那個市面到三宗村 它的面子都好看一些 就是三宗村 開三宗村 會股市深惡 現在是它的形象都好 這個它都不做 那個市 如果你說要做高 它的目的就是 哄一些外資來入市 但是現在的外資都不來 哄不了 就是說了這麼久 說怎麼樣吸錢 都沒有錢到 就是當然你之前很便宜 那萬四五的 這個是有些超賣 賣定果籠 但是你修正回 現在可能 萬六七八五的 都是這些位 就是你看不到外資 會有興趣 你騙不了別人 別人不來 那它都無謂再騙了 那麼國家資金 在這個時候 它要做什麼呢? 國家資金都不進來股市 做一下樣子 那現在國家資金真的 沒有什麼動作 建築法對這個市 有很多動作做 它不是好像在這個方面 會有什麼大動作 就是你看到它都是 盡可能是叫做救一下經濟 如果有的話 但是你首先經濟 它都不是怎麼 怎麼下力救 就是市其實是幫經濟集資 它更加那個興趣不是很大 所以我其實 不覺得它會做很多事情 就是你可能 底下的underline 它根本就是在這裡 還在內鬥著 在那個內鬥的過程 它不會太過 太過捧起資本家 捧起右產階級的 我反而見到 你由外國媒體形容 中國的投資者 對這個三中全會的 身感不安 就是可能 期望他們有好的政策 但是覺得有優心種種 它都可能 不會有更加好的 經濟政策 是不會的 我不是說了 我不認為它有什麼做出來的 它現在開的所有會 每個視覺都是 有哪些不合 不合嘴型的 或者 不是很合合 車的人 就換了它 換人居多 看樣子 不是真的說 有什麼新的政策 推出 如果這個三中全會開完的話 對於中國的提振 經濟的效果 等於連擊黨 經濟有經濟自己運行的方法 不是你提振就可以的 就是 首先它都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都說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那怎麼會有效果 第二 就算你做都好 很多地方做了都沒有效果 你看看日本做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效果 房地產 那個財政刺激經濟的政策 刺激外資去投資 又說要新法改革 那這些很可惜的事情 怎麼說啊 博士 有什麼用啊? 講啊 打嘴炮 他一直都是這樣的 其實 你看他沒有什麼 很具體的事情做出來 我只是覺得他 任由他 任由他 是他最 最像會做的事情 那當然 其實你看看日本的經驗 結果都是任由他 他就 過了一段時間他都會好 或者這樣說 如果 窮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的狀態之下 對他的政權來說更加穩定 穩陣 他都沒有什麼動機去改 你看一下 比如北韓那些窮這麼多年 政權多穩陣 他未必會有什麼做 他會做 所以博士說這次 他這個三方全會 最重要是 簽算人 不合口言的人 簽了可以 這個政治方向 人事方向 和經濟方向 完全是無關的 不是無關 但是 你不會看到一些很突破的事情做出來 不像是有一些大刀闊斧 革命性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說完之後 吹了一堆東西出來 有很多點 有很多點 有很多事情要做 全部都虛無飄渺 過往一、兩年都開過很多會 都有這樣的事情出來 是不是 十點八點 幾十點 過百點的事情出來 但是 大家拿不到重心 聽完那些很抽象 很虛無飄的 要谷經濟 刺激來需 那些廢話的事情 其實沒用的 就是說 實際上有什麼做 是不是 大家問的問題很實際 操作上你做到什麼 這個很重要 我現在就沒看到他做到什麼 那可以反面來說 如果是中國的經濟 你說怎麼救都沒有用 那現在可不可以問一問 如果他真的要爆爆 要發生一些崩塌式的東西 哪些方面才是最危險的關口呢 最危險就 我想是外圍 其實現在都蠻蠻的 如果外圍的經濟 真的出現衰退 或者急劇放緩、急速放緩 這個肯定 譬如對大陸那個需求 你出口那裡都可能蠻蠻的時候 那個打擊就會蠻大 他現在暫時來說 還賣很多東西出去賺很多外匯 其實這條數都蠻齊的 因為外圍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外圍一有問題 一拖累它的時候 我想那個問題就會很嚴重 拜登就繼續對香港延長的國家 緊急狀態令和波士 這個合同是對香港的經濟 對香港的現在這個 比較緊張這個政治過勢 你有沒有警覺成績的警示 其實就沒有什麼大影響 因為它那個緊急狀態 寧願之前都有的 那你延長回去 你就繼續好像之前那樣的狀態 那我就反過來問你 你之前那樣的狀態 你又覺得有什麼影響 其實都沒有什麼影響 那當然就是 就是你有這個東西在那裡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都會卡住 可能旅遊啊 投資啊 等等各樣 那它擠抹官方有一個通 有一個調話 這些東西是要收斂的 甚至有一個限制在那裡 有一個風險在那裡 就是這樣說 你譬如有一個這樣的令 可能旅遊寶都不包 你找它是旅行 那萬一出了事 是吧 就是有個外國人被人抓了 那都發生過了 那你真是旅遊寶都不包 你講明那裡有風險的 你都去 所以可能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很多活動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吹吹吹吹吹啊 正在剪的來往 但是本身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中美那個關係這麼惡劣的時候 其實那些交流都會少了 就算你沒有了這個令也好 都不會見得多分很多 大家判斷都是 你判斷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地緣 那個情況 或者那個關係是不是緊張 如果關係緊張的時候 你都不會就過去證譽 現在可能 有些沒有這些 旅遊警示提示的地方 但是你明知道局勢可能 不是很穩定 那些人你未必會去 不過我想關注香港的一個話題 在三方全會之前 香港首富的兒子 我就不要提過名字了 他說他會將香港的家族辦公室制度化 我記得有些網民說 你在香港已經有公司了 為什麼你又在香港家族辦公室 這個究竟是什麼家族辦公室 他說這個話有沒有邏差呢? 其實你任何家族都可以說有家族辦公室的 你請一個辦公室就是辦公室 辦公室是沒有東西的 有幫人去投資 你都可以開的 你自己家裡的錢多 你就請一個遊戲經理幫你去投資一下 甚至有些家族辦公室 他不只是做這些事情 買很多東西的 買地產、垃圾集 就是安排整個家族 很多細小的事情他都會做 那個家族本身都有的 這個不特別 我想很多人會覺得很新奇 覺得什麼是家族辦公室 其實就是沒有東西的 基本上那個做法和那個基金差不多 不過那個基金就 一般來說是公開對外的人都可以買的 那家族辦公室不是 他只是和自己的家族買東西的 就是操本投資 就是等於你自己有一筆錢 你要去投資 那你都可以叫自己去家族辦公室的 就是這麼簡單 銀碼不同 就是通常銀碼可能 就是衰衰的幾千萬 過億那些才算是 那你現在你數得到 香港有多少有錢人 有這些銀碼 我想有限數而已 不會十分多 那很多時候這些是 不用特別拿什麼牌照 就是簡單一些 其實就是這樣的 你說回美國香港 現在美國的選舉 如火如荼 拜登不知道退不退 不知道之後那個選舉 最後的誰去主張去白宮 那你覺得特朗普 或者是共和黨、民主黨 哪一個上任對香港會有利一些呢? 特朗普就一定差一點的 因為特朗普是親俄的 如果美國一路的戰略都是 就是抓過打過 如果他是站近俄羅斯那邊的話 他對中國一定會友善 你都看到了 他都說明大幅地下關稅了 這麼多事情做 就是可能他做的事情 就沒有什麼將法的 亂來 實際上的效果就未必有拜登這麼好 就是你看到拜登做的事情 很多是一步一步 就是層層推進 有程序 立了法 那甚至是 抓著那些盟友一起做 就是自己美國自己單打獨鬥 跟抓著那些盟友一起做 差很遠的 那他現在這種圍堵的政策 或者民主黨的路數一路都是行一套 那效果是厲害很多的 那特朗普就未必這樣 就是他玩單打獨鬥 又說要跟歐盟都反抬一分鐘 但是他如果親俄羅斯之後 他對中國未必會好 這個都是各有風險的 那特朗普就比較難測一些的 這個人純時某時可能彈些東西出來 你不知道他彈些什麼出來 古靈精怪 但是這個人可能是 最終都是在錢的份上 甚至是在自己利益的份上 如果你有些位置 去到有些交易跟他談得到 他又可能跟你握手 跟著又談生意也不一定 所以這件事未必會差 如果他坐上位的時候 最初可能看上去的狀態 是會糟糕一些 但是其實可能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任內 跟俄羅斯又有朋友 跟中國又有朋友 跟著以美國為首 跟著帶領這些國家一起做生意 他可能是想扔這些東西 但是當然了 現在整個美國很難走這個方向 老實說 但是起碼上一次他做總統的時候 看到的路數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民主黨的話 看來如果做到都不是拜登 拜登這款就輸硬了 如果你說換另一個 那就不知道了 我老實說 因為現在有幾個potential candidate 奧巴馬的老婆 這個賀錦麗 希拉里都說是 佩洛西都有機會 現在你不知道是哪個女性上 現在這幾個其實路數都未必一樣 但是如果你不一樣的那些 他很可能都是延續拜登的路數 就是跟現在那個路數接近 但Anyway他都是一定是圍堵中國為主的 所以誰上都好都沒有什麼運行的 不過如果民主黨上就比較可測一些 但是反俄得來 對中國就未必會怎麼樣 你看到拜登也是 就是一路都傳他的兒子和大陸有東西的 而事實上他很多 就是對大陸那些制裁的關稅那些 很多是你看到的姿勢都可以實際 你講到美聯儲減少 好像九月份會減少 第一次減少 如果大家期望減少 帶來一些經濟的震動是怎麼樣的 沒有震盪的 你因為預計了會減少 現在市場都佩洞 七成甚至以上機會會減少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減少的話可能是一個週期 那你一個週期就開始 就反映經濟會不會是轉差 因為現在的人都還相信美國的經濟挺好的 但是你真的減到近身的時候 一口之後可能就是一個週期繼續減下去 那些人就會懷疑經濟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那現在其實也有些這樣的憂慮的 你看回一些數據 比如說失業率那些升了不少 美國來說失業率又低位上升 差不多0.7 那如果你再出兩個數字 失業率繼續升 通脹繼續跌 那這個真是一個很明顯的經濟差的跡象 那市是沒有反映的 那如果你這件事 突然間市場醒起 要跌市 訂一訂 跟著這些數據差一差 然後跟著那個減息周期又滾動了的時候 那整個投資環境 整個經濟的大前景的看法都會不同 這件事就是會是一個震盪 這個震盪我想比很多其他因素都會大 因為現在市場一面都認為美國沒有衰退 一片向好 股市繼續爆上 就是看得相當一面倒 突然間如果看這個看法反轉了 就都在市場來說是一件大件事 最影響的是不是又是你口中講的第三類的 怎麼說呢?發達發展中的國家呢? 那我們覺得是不是香港這邊呢? 那怎麼樣呢? 香港就不是說會很差 因為香港本身都不是發展中的 都容易發展的 可以說 人均產值都不是低 但是你很多新興市場呢 其實對那個息口、匯價、變化是相當敏感的 那當然現在如果有問題的方向就減息了 但是同時間就可能避險拆倉的美金升 美金一升其他東西可能會跌的 其他貨幣跌的時候什麼資金流走 這裏就是一個風險 另外環球那個成衰周期很多時候是一致的 如果美國來說它帶頭進口這麼多東西 如果它真的是衰退的 買少了東西 那你對很多新興市場來說 都是一個出口的打擊 這個打擊是不小的 因為很多新興市場都很靠出口去賺外匯 這件事情 我想暫時的市場不是太多人說的